说起黄梦颖,她今年才26岁,出道8年的她,就已经很火爆了,黄梦颖还在上小学的时候,接受了多元的艺术熏陶和培养,这也正好为她以后的艺术道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 19岁时,她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,这个学校多难考,以及这个专业多难进,也就不用我多解释了。 可见黄梦颖的实力很强,在学校的她参加校园活动比较多,能力较为出众,她被杨幂看重,并签约了杨幂工作室开始出道。 最从《三生三世世》《栗桃花》播出后,黄梦颖就以肃井的角色红痛半边天,随后《楚桥传》也开播了,饰演大梁公主萧玉的她,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,而最近播出的《最玲珑》也少不了她的存在。 黄梦颖真是被杨幂捧得哪部戏对有她,刘继的她很火,然而在《上下晚情天》中,她饰演过刘凯威的初恋女友,当时这与老板杨幂争则刘凯威呢,不过黄梦颖私下与杨幂的关系似乎很好,而且被杨幂捧红了,我们话不多说,一起来看看黄梦颖的美照吧。生活中的黄梦颖也是超级的美丽呢。